他向下追蹤是按照第一個向下追蹤 所以第一個永遠都是40 永遠都是40 所以 會造成一個問題啦 我們如果寫固定的話 剛剛的那個部分 這個地方如果寫40就不ok 因為以後 他的範圍不會只有40 像零組的話 他 最下面應該是101 可是 這邊的話呢 他到40以後就出錯了 更不要說辦事 辦事員的話 從也65嘛 所以從41以後 也都出錯了 所以要解決這個辦法的話 你必須 要知道 這個地方 40這個數字必須要 把它改成什麼 其實就改成這個就可以了 改成從這邊追蹤到的資料就可以了 那因為這個是A A4向 因為我已經切過去了嘛 所以如果我切到第2個的話 然後用他的A3去追蹤的話 所得到的10 也會跟著變動 OK所以特別是因為我有切到 不同的工作表裡面 所以要追蹤應該 那怎麼做比較簡單 第一個我是建議 你如果直接把這個複製貼到這邊來 其實太榮長了 所以我教各位一個方法 要不就是你在 這個的上面 多加一行 叫R 那R的這個變數 就是先存什麼 把這個存在R裡面 那將來用R來 來帶這個資料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先拉過來 就是把它裡面抓到的值 可能 第一個是抓到40 所以帶過來就40 第二個可能是101 帶過來101 那我可以先把這個值先丟給R 然後後面這邊就是直接用R來代替就好了 有沒有應該可以懂的意思吧 然後後面這邊的話呢 一樣怎麼樣 就把R放進來 R放進來的方法跟放I一樣 雙一號兩個 移到中間 M的兩個 移到中間 再加一個R就可以了 然後R前後呢 再空白 好 大功告成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解決剛剛的錯誤 懂的意思吧 OK 所以其實沒什麼太大變化 一 就是把上面這個拉到R 再把這個變成R 然後這邊的話呢 本來是40的 就把它改成 雙一號兩個 M的兩個 中間串一個R 就大功告成 應該沒多少東西吧 不過千萬就不要打錯任何一個字 一個字 這關乎到非常重要 OK好 那最後的話呢 把它run一下 那因為剛剛的話呢 會出錯 我們現在重run一下 清除嘛 清除應該沒問題 考評 那看一下 第一個一定是沒錯 可是第二個會不會出錯 第二個你會不會 也沒有錯 而且你會發現 他公式裡面 這個裡面會自動帶101的 有沒有 這邊的話呢 帶過來這邊也沒錯 但是這邊的話會帶65 會自動追蹤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關鍵的地方就在這裡 其實沒有什麼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右邊可以說嗎 這邊不是我們做的嗎 一個人的 有一個人的 我們現在有一個人的